好的睡眠品质可以帮助隔天精神百倍 除了不熬夜与正确的生活习惯等 睡姿也是相当重要 瑜伽教练说 针对基本的侧睡与正躺 假如你有起床后的酸痛感 就该好好了解如何让身体放松的睡姿 许多人认为侧睡的姿势久久不变换 只会造成下方的肩膀酸痛 但其实上方悬空的肩膀 因为没有依靠 多半没有达到真正的放松 而骨盆也可能没有在正位上前后倾斜 隔天起床也会酸痛 瑜伽教练建议 可利用枕头或抱枕来解决酸痛问题 你必须拿一个抱枕 或者是两颗枕头 第一个手环抱好 让你上面悬空的肩膀有的依靠 骨盆也能够回到正位上 除了透过手环抱与双膝夹枕头 另外也能在背后放置枕头 让身体有依靠而得以放松 若有另一半也能靠着对方身体来代替枕头 不要以为正躺就可以避免测睡 可能造成的酸痛 如果正躺没有躺好的话 我们人体的脊椎在腰椎的部分是有点弧度的 如果你在正躺没有让腰椎有的依靠 隔一天也会酸痛哟 正躺姿势腰部会处于微旋空的状态 没有正正放松 因此可在双膝下放置枕头 好让腰部平贴于床铺 如果你想要有漂亮的腿 我们不可能抬腿一整个晚上 所以你可以在脚下多点一个枕头 让脚有点微抬腿的状态 除了腰椎放松 还有小抬腿的效果 利用高度差帮助血液回流至心脏 有助于改善腿部水肿 睡眠品质也能提升哦